如果你以后你已经写了蛮多程式的 而且不希望人家知道怎么写的话 记得请你在VBA Project最上面这边按右键 它这边有一道VBA Project的属性 关键在这里 它可以做什么 加个密码就好 所以这边的话最后 你写了这么多你的智慧财产权 也要能够怎么保护 保护 锁定 所以密码加上去 两次 好 特别是按右键VBA Project属性保护 打勾输入按确定 但是它按确定之后它不会马上生效 它必须怎么样 关掉重开之后就可以生效 所以这边我把它存档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的话 我们就是重新把这个档案 再做开启 所以我的那个档案是 10810这个 OK 我是存在这里 重新就这个档 今天日期 9点46分 OK打开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再把VBA这边打开 这个时候有没有 之前是直接就可以打开 现在呢 密码 所以它如果输入一个错误的 密码不正确 OK 所以一定要正确的 也只有你知道 我是输入1234 OK 好 这样再打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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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